这是我迄今为止玩过最难的挑战 没有了急救包和童子军手册 儿子的知识现在变得非常宝贵 我们要拼尽全力去保护儿子 未来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 归根结底还是童子军的 让我们开始挑战吧 开始的时候一家人还是正常的生活着 虽然在避难所 一家人在一起还是比较温馨的 由于物资匮乏 为了保障家人的生活质量 还是决定让爸爸去搜寻物资了 爸爸走了没多久 奇怪的噪音干扰着我们日常的生活 而且没有了让自己忙起来的事情 在噪声的不断骚扰下 弟弟出现了精神异常的情况 避难所也逐渐出现了难闻的味道 我们试图去洗澡 但是也没有找到抑制臭味的东西 导致我们全家都生病了 感冒咳嗽充斥着整个房间 终于等到了爸爸回家 幸运的找到了三瓶水 看到家人生病了 还没有医疗包 爸爸也是急得焦头烂合 妈妈看着疲惫的爸爸 自己忍着病痛 还是毅然决然的戴上箱子和房东面具去寻找物资 希望妈妈能够平安回来 蟑螂不断的在骚扰我们的生活环境 爸爸拿起了枪 直接给蟑螂团伙抱头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妈妈也是一直没有回来的消息 可能真是不能从地面再回来了吧 用手电筒给飞机发信号 微弱的光照着飞机飞过的方向 希望我们能早日获救 由于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差 姐姐选择了离开了我们 没有告诉我们原因 也许是想冒险 或者是不喜欢我们了 希望姐姐安好 来生再见吧 只留下了弟弟和爸爸在家 弟弟可能是精神问题越发严重 不想坐以待毙了 直接拿着手电出去找物资了 希望弟弟能够安全的回来 狗子来找爸爸 去寻找物资 爸爸拿着枪 不幸的是 爸爸在途中遇到了暴徒 被射中之后带着伤归来 乌漏偏逢连夜雨 通风系统也坏了 爸爸从门口捡了一瓶纯净水 竟然还是被辐射的 染上了重病 最终还是因为病情严重 加上通风问题 呼吸困难 没有等到儿子回来 抱歉儿子 来生爸爸还会保护你 虽然挑战失败了 但是下次我还会回来的 拜拜